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排氣量是2.0的 2000cc的 那他這個版本呢其實分辨方法很簡單 我這是頂級的影音旗艦 他分別方式就是第一有HID頭燈 這個很明顯可以看到 然後畫面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再來就是非常熱銷的 人家講就是New Master 5 就是這種微笑前臉 我長得跟馬三有點像 那再來就是這個是前車主他自己有在額外去改的 我記得原廠是沒有 我有看過一些照片 這邊其實是有個日行跟在 兩邊都有一個這種像刀刃型的線條 頂級版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電動滑門 那像這種七人座滑門車型 我覺得跟另外一個他牌的 就是T牌的七人座小車來講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是滑門 因為一般的話是五門是直接開的 你直接開的話像通常這樣 他第一個好處就是他比較方便上下車 那再來就是做另外一個就是以費收折 我要上到第三排 也都非常的好鑽 不會像一般門開了之後 你可能角度啊或者是開口有受限 現在很多車已經少了這個功能了 你今天可以在那邊放你的咖啡啊飲料啊 或者是放一些書 門先開之後 很多人會說欸奇怪啊後面怎麼那麼小 其實只要是像這種七人座車型啊 不管是Witch啊 Cienta啊 甚至是馬五 其實你後面先開 大致上都是長這個樣子 那當你今天要取得更多的收納空間的時候 很簡單這個拉繩一拉 你要放東西就可以放得更多 會比一般的五門座車型還要來得再更大 那下方這邊呢就是一樣三角板啊 跟一些小小的收納空間 這個還是可以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你會看到備胎 然後像我們家的這台車 備胎完全沒有使用過 目前2013年只跑8.5萬而已 那里程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2013到現在 應該也算是九年車了吧 等於一年大概就是跑到一萬上下 因為這是頂級的車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呢 有兩邊電動滑門的開關 當然你也可以做手動關閉 目前可以看到 首先這種車技大部分都會配合你的行車紀錄器 就看到一個小小的畫面在這裡 這是前面的行車紀錄器 那它有做好做完整的話 就會有這個畫面 那一般可能就是只有單做行車紀錄器而已 那你可以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一樣來 給你一個更不一樣的導航網 跟一般灌圖資的是不同的 這個是功能性再更完整的 然後其他功能大家也可以在上面看到 滑動得非常的順 整體車況 大家就是可以先看到方向盤的部分 3.9點鐘方向 那最常磨損到的地方 就一定會是這個區塊 那通常我會跟我客人分享 如果今天它車主使用習慣不好 或是它重度使用的話 那方向盤一定會被磨得非常非常的亮 包含整個排檔座 這是我們最常去握到的地方 還有這些比較消光的塑料材質 跟類似類鍍鉤材質 都還非常的乾淨非常的完整 我都會跟我的客人去分享 我們看車 我們今天不能只看它的外觀看起來 好像漂亮一樣 就好像沒事 因為可能有很多車廂都會去整理 就像我們連我們家也不理會 我們連塑料件 我們會做一些塑料還原或保養 那最重要我們是要看這個 像這個 來引擎腳應該是剛換過 為什麼 因為這些螺絲啊 各個相關的東西都還非常非常的新 不然就是它保養的非常好 也可以看到這些橡膠皮管 冷氣管啊水管啊之類的 顏色都還非常健康 軟硬度也都非常好 買這種車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引擎 或者是整個車子沒在顧 然後一些橡膠件老化 導致你後面漏水啊漏油啊 有的沒的 我們家的車你放心 為什麼 來大家幫我看一下這邊 這是我們ES第三方認證的一個查驗貼紙 只要今天這台車查驗過之後 我們都會貼 這查驗師就會在這車子上面貼一個貼紙 保證代表著說這台車已經被我們第三方查驗過了 查驗哪些東西呢 它會去檢視你的引擎 你的變速箱 你的方向機 還有你的路檔是否有抖動 還有冷氣的部分 它統統都會幫你做查試 如果今天我車子車況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的認證處上面一目了然 再來就是板金板件結構的部分 也都會在上面看得到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來找我們金豪華汽車上車 我是金豪華汽車小HELF 下次見喔 掰掰 實在就是SUM